看看世界一角馬龍對著日本的丹宇孝熙 丹宇的世界排名是第十九位的 我有個疑問,為何這個馬龍都世界排名第一的 都要打外圍賽的呢? 阿等Sir 沒錯,因為奧運會的球項目 世界排名前二十八的就可以直入的 但是他規定了每個國家只可以直入兩名球手 當時黃浩和張繼科就一個排第一,一個排第三 而馬龍排第五位而已 所以他這次都要來到香港參加這個外圍賽 這次外圍賽看來都有點考驗 他在頭三局落後這個丹宇一比二 現在第四局的初段是丹宇發球的領勝一二比一 其實較早前他們兩位在亞洲錦標賽都對壘過 當時馬龍很輕鬆地勝出 但是來到這一場可能心態上有一點包袱 暫時一比二落後緊局數 細分是二比二馬龍的發球 相持反手當中你看到這個日本的丹宇孝希 那些實力都相當好 兩邊的弧圈球都很流暢 二比三,逆旋球,踢起來 嘩,你看近桌子馬上反拉 嘩,你看近桌子馬上反拉 嘩,你馬龍的反手拉 稍微的質量低一點點 他都…近桌子反拉一分 即見到丹宇的球技其實都非常之成熟 想不到只是一個十七歲的球手來 沒錯,在日本各家隊方面 對他的栽培都相當厲害 嘩,口未完,馬龍又了失一球 吃了一個發球 其實在各家隊,劉國良 在技術方面 其實就覺得馬龍是三位球手當中 最先進,最有實力的 但是在心態上 就是在三位隊員當中最擔心的一個 因為往往在一些… 譬如世界錦標賽 亞洲錦標賽都有輸過球的紀錄 即擺明是…不是技術的問題 心態出了一點點問題 看回一場球 落後到3比6了 側身反拉,很漂亮 馬虎說丹宇拉起一分 質量比較低,近桌反拉一分 6比4,發球的是丹宇哭希 擺短反手拉起,很漂亮 這些球真的很誇張 馬龍其實都… 發力拉到斜線上 打算有機會了 但是被丹宇都撞到 偷一分長球,相持反手 這個球… 屬於馬龍的無謂失誤 你看他,他自己都領頭 都…表示不太滿意 4比8了,落後到 好… 好… 這一球就漂亮了 採取主動,自己殺上去 蓋上去,蓋上去 對方一下 沒錯 看不看丹宇哭希這一分接法球 稍微接高了一點 5比8,拉起 這番球…路數都一流了 丹宇哭希想反拉一分 但是吃不應,拉了下網 還領先兩分,丹宇哭希 8比6 差長 這些球就擺明是有點緊張 令到他沒有什麼難度之下的犯錯 可能就是剛才等於你所說的 馬龍在大賽的時候 心態真的不夠實正 沒錯,這個是他這幾個月來 要快點解決的問題 現在已經落後到6比10了,馬龍發球 反手拿起來,緊緊出界 7比10 側旋球 這番球,緊緊的望出界 這就追近一點的比數,我看到馬龍 但是發尾球的是對面的丹宇 沒錯,下船 反手拉起來,很漂亮 這球球…丹宇 防…防他分每圈球的時候 防得太高了 這把球出了機會 馬龍就多謝你五次了 最多一分就可以10比10平手打Duce 側旋球 拉起來 壓下網,連追四分 10平手,Duce 應該要吃著氣勢上 可以追回2比2的,馬龍 這局球很關鍵 如果讓丹宇贏了 大比分3比1領先 那個局勢就比較… 很下風 反手拿起來 這板球很漂亮 其實馬龍也做得不錯了 側身發力拉分直線 丹宇信心爆棚 你看看,封住他 11比10 丹宇的發球 下船 踢一分,好果斷 那…拿完最後一分 那就是第四局已經落在丹宇的手上了 那現在發展呢 這場比賽馬龍之後追回一局 在大分落後2比3 那去到第六局的尾段了 在馬龍的發球 他落後7比10 側旋都是這樣拿起 哎呀 相持反手當中呢 丹宇想發力 這樣就僅僅出了界 但見到丹宇雖然打失了一球 但是神態也是很輕鬆的 沒錯,因為始終呢 他是年輕選手 他搏高手 他現在輸了也沒有人說他差的 壓力就在馬龍的身上 那只要丹宇再拿多一分 就可以贏了這場賽事 沒錯 發球直接拿分 結果11比9 那也就是說 丹宇以4比2 贏了一哥的馬龍 他這麼興奮 因為他是第一次贏到中國的球手 幸好馬龍 之後贏了印度的阿昌特在順利 przed他從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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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了 也請說 他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